一句打死不退似乎也在回应外界传言 警察节这天 新美市长侯友宜 主席战警挺候影片发布会 巩固警察选票 回忆过去当警察时冲锋陷阵 如今身份转变投入总统选阵 内心很有感触 但台湾民意政党制度调查 显示一个月内民众党超车国民党 国民党从老二变老三 更传出朱主席将亲自操盘 不只侯友宜民调没起色 还迟至无法整合郭台铭和韩国瑜 传出朱立伦的幕僚和侯友宜阵营 为此爆发冲突 彼此要对方负起整合责任 所有的问题 希望外面不要见风查证 也不要去无谓的挑起大家的冲突 朱后两人口径一致 不过来因内部整合碰壁 加上民调垫底 要扭转局面 国民党恐怕得要加快脚步 新唐亚太电视黄亮剑詹勇如 台湾台北报道